京都局高等学校吹奏部成立 发展历史 1961年 平松九司来到京都局女子高校 担任音乐教师 运用自己的经验 创办了吹奏乐部 第一批成员只有16人 当时很少有女子学校 开办吹奏乐部 平松教授很快就意识到了 男女生之间的不同 因为女生体质原因 在运用腹式呼吸法时 与男生在吸气量上有差别 持续时间没有男生长 根据医生的建议 可以通过增强体能 改善这一点 平松教授引入行径管乐 Margin 作为训练手段 在当时 一方面其他学校 都没有女生参加行径管乐 另一方面 由于行径管乐的形势 来源于军队行军中 用来统一步伐的古典 所以许多家长都持反对态度 甚至试图让自己的女儿退步 1970年 大阪市博会 1970年大阪市博会上 和其他三支有名的吹奏乐队 包括板级少年音乐队 和天理高校吹奏乐部 一起在市博会的主会场等地 承担迎宾任务 尽管因为身高差异 他们很难跟上 其他男子乐队的步伐 但是第一次在大型活动演出 还是让他们对女子参与 行径管乐有了信心 1972年 JMBA成立 JMBA 日文 一般社团法人日本协会 中文 日本行径管乐协会 成立 行径步伐确定为五米八步 这增加了女性 参加行径管乐的可能 并在1973年参加了 第一届行径管乐节 1975年 英国之旅 平松顾问参加文部审 资助的赴欧短期培训时 他感到很难把自己的 亲身经历传递给学生 于是他带领游几所学校的 50名学生 混编组成的京都女子吹奏乐队 其中30人来自京都局 参加了1975年的 英国哈罗盖特国际青年音乐节 Harrogate International Youth Bands Festival 受到了热烈欢迎 毛衣岛和考爱岛之旅 有了英国之旅的经验 平松顾问发现到国外演出 与当地居民互动 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他和英卫喜欢吹奏乐 而认识的夏威夷毛衣岛的 一名高中老师合作 于1981年把吹奏乐部 带到了毛衣岛 他们通过演出与当地的 高中学生居民互动 从此三年一次的毛衣岛之旅 成为吹奏乐部的传统 这让每个吹奏乐部成员 都有去国外演出 寄宿东道家庭的机会 在毛衣岛的老师去世之后 他们在1998年 把访问的目的地换到了考爱岛 男成员 2000年学校由女子学校 改为男女共校 并改校名京都局高等学校 同时吹奏布 也开始招收男性部员 制服 一开始是深蓝色的 1966年起 夏天穿的是白色的衬衣 和有试戴的蓝色裙子 冬天则是绿色的外套 和奶油色的裙子 1970年的照片上 可以看到成员戴着贝雷帽 1973年变成了红色的外套 和白色的裙子 1977年外套又换成了深蓝色 1981年开始穿现在的橘色制服 现在一共有四套制服 橘色、蓝、金、照衣 和红套装 室内管乐队用 所有服装都属于学校 按年借给学生 学生的家长负责 清洗、调整尺码 橘色制服 1981年 当时在短大服装专业读书的 吹奏乐部毕业深山下 设计了橘色的制服 他和平松顾问 一起找厂家做了出来 他们穿着这套制服 第一次登上了全国大赛 因此 这套制服成为好运的象征 从此成为了固定搭配 舞蹈 为了和东京军事风格的传统军乐团 Military Band 抗衡 平松教授很早就努力 在表演时引入女性色彩 和传统京都文化 比如在台上演奏古琴 早在80年代初 他们就开始了舞蹈式的表演风格 平松顾问退休后 龚义鸿先生延续了平松顾问的做法 在行径中加入舞蹈 然而让舞步加快的契机 则是《舞蹈人生》第二次到日本演出 一名学生 祝 知公平 看了表演之后找到恒山教练 提议向他们这么跳 和成员一起看了演出录像之后 恒山教练和大家一起选出了 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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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In the Mood 学习舞步编排 他们先在舞台表演时这么跳 然后在场的演出中 最后在行径时也能跳 现在当他们演出Sing Sing Sing时 前排的棋卫队 也是按照舞动人员的 原版步伐表演的 Drum Major 行径管乐队中有三名DM 包括一年级DM 二年级DM 何总DM 其中总DM一般由三年级升担当 部长何副部长 负责行政事务 包括联络、保管贵重物品 预定排练场地 安排排练及演出日程 编排组负负乐团表演的编排 调音组负负校准乐器音准 其中两人负责铜管 两人负责木管 一人负责打极乐 制服组选择服装 音部及音部长 声部、声部长 除乐队和练外 每个声部单独练习时 由声部长主持日常练习 声部长有选择参加 全国比赛的队员的权利 全国大赛 京都局高校吹奏乐部 每年都会参加 由全日本吹奏乐联盟 主办的全日本吹奏乐大赛 和全日本行径管乐大赛 前者是室内管乐团比赛 后者是行径管乐团比赛 在室内场地进行比赛 京都局高校吹奏乐部 分别在2008年、2009年、2015年 三次获得全国行径管乐大赛金奖 2020年受全球新冠疫情影响 以及日本相关隔离政策 联盟无法开展当年度 吹奏乐大赛、大赛停摆 2021年疫情有所缓解 在不违反日本当地的隔离政策的前提下 联盟开展了线上行径管乐大赛的形式 让各学校社团参赛 京都局高校吹奏乐部也参与其中 2021年11月21日 第34回全日本行径吹奏乐大赛 如其在大阪城音乐厅举行 吹奏部在兼成玉顾问的带领下 以完全区别于过去的 全新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 并且用精彩的表演征服了 现场评委时隔6年 再次过得全国金奖 表演活动 每年3月开始 吹奏部的成员们需要参加各种室内外活动 3月樱花节巡游 4月樱月之秋 5月黄童博览会 6月3000人的吹奏乐 9月行径管乐比赛 9月局季 11月大江山九吞同子季 11月长钢经季 12月定期演奏会 玫瑰花车巡游 2010年京都局104期的 毕业生钢经元熙 和其他四五名吹奏乐部的成员 作为关西荣誉绿色乐队的成员 参加了第121届玫瑰巡游 但是他们并不是代表京都局 因为他们已经毕业 作为大学的成员被选入的 2012年京都局108期109期110期吹奏部成员 代表京都局参加了 第123届玫瑰巡游 2018年京都局114期115期116期 吹奏部成员何兆回已经毕业的 112期113期成员 代表京都局参加了 第129届玫瑰巡游 2020年京都局114期吹奏部15名毕业生 作为关西荣誉绿色乐队成员 参加了131届玫瑰巡游 并负责乐队的编队训练和乐曲选择 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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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都局高校吹奏部表演中 最有特色以及代表性的 是改编自著名欧美丹皇馆摇摆乐 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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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同名行径管乐作品 在表演过程中 全体成员在长达3、4分钟的时间里 高节奏的边跳边吹奏乐器 并且从头到尾一气呵成 展示出了自己的水平 2022年京都局 119期吹奏部88名学生 台湾庆酬会特别邀请有超高人气 日本京都局高校吹奏部 由橘色恶魔美名 在台湾双十国庆中闪亮登场 令全国人疯狂圈粉 这也是台湾庆祝典礼 首度邀请外国表演团体 以近百人的大阵仗来台演出 而这团被称为 橘色恶魔的可爱高中生 一出场果然展现坚强实力 一路又跳又奏 脸上微笑更没消失过 最后更随音乐做出玛丽欧招牌 向上跳动作 超高水准演出震撼全场 因表演内容难度高 而有橘色恶魔之称的日本 京都局高校吹奏部 经参加国庆大会时 整齐画一的步伐和动作 边吹奏边跳舞 共带来Down by the Riverside Fanfare for Tachibana The Sing等曲目 掀起国庆表演高潮